第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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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境界的九重雷刀 在凌鱼甲之下 發揮出了驚人的威力 神槍 密室 金角巨獸即將飛出海面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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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瞧你这眼神 仿佛实在说 弱小的存在竟敢当面挑衅我 不成一会儿 我就帮你做完下球 让你好好见识一下 让人类力量的极限 肉眼根本看不清交战过程 恐怕只有哥能看明白 拼命了 红光雷神在用燃烧灵魂的方式拼命 燃烧灵魂 就是将体内世界 那颗基因元能的内核彻底燃烧 将元能 力量 意志 完全结合 沟通宇宙 爆发出最强之力 非常可怕 但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 如果到时 昆尸兽没死 那么他们两颗 就没有一点反抗能力 看来我刚才派出流云护卫 前往基因是对的 他们到了吗 快了 不过流云护卫只有保护作用 你别指望他们有扭转前方的本事 金人士 挺天命 青角巨兽 刚出生不久 根本来不及学习招式 面对他入领域境界的红河雷神 快有点捉襟剑肘了 这一路就没准备了 这一路就没准备了 这一路就乱了 这一路就会出什么 这路就没准备了 那这路就没准备了 这路就再有 supper 是敦士绝招 鸿哥 是宇宙剑船的残骸 这么多金属 如果知道石头被传了 难道是鸿哥提前准备了 像空间介质那样的存储器 等金角巨兽开始吞噬 再把存储空间内的物品拿出来 金角巨兽的吞噬能力是有限的 这些金属的质量 是地球金属的百倍 吞下这么多 你的体内世界就会崩溃 将军吞 将军吞 准备你家边 将军入了 可不必松的 整画 中卫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会到了 全力出手 九重 那一刀 第九重 最高境界的九重雷刀 在领域加之下 发挥出了惊人的威力 神强 密尸 第九重 第九重 我死不了 继续出手 快杀了他 就算直升残驱 我也要将你 彻底灭脱 我死不了 我死不了 狗 战术非常英明 先以金属残骸延缓金角巨兽吞噬 再用轻弹击入金角巨兽 当愤怒的金角巨兽提爪 抓费那些金属残骸 红的绝招刚好发出 一环套一环 真是漂亮 现在他们攻入金角巨兽体内 金角巨兽根本无法用提爪攻击 这一战 红河雷神取权的几率优无成了 金角巨兽 好歹也是星空巨兽中 对巅峰血统之一 竟然那红河雷神 鼓起或刺破灵甲进入它体内 这是 真是太优质了 战斗技巧实在太差 再厉害点 我们就更加没希望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这金角巨兽还很幼小 刚踏入婴儿期 年龄太小才会这么没经验 攻击手段才会这么的简单粗俗 还很幼小 然而幼小的金角巨兽 已经让人来快崩溃了 他不信重伤自己 也要在体内剿杀红河雷神 我躲在那树上 Royce的根本二 群人 响 看 金角巨兽的生命气息 在减弱 红河雷神呢 搜 搜搜不到 金角巨兽的生命气息在不断减重 已经帝于王 不 已帝于王级怪兽 还在捡 王级怪兽的生命气息 王级怪兽的生命气息